穿越五千多公里 从澳洲坐飞机来台的 三十六万颗鸡蛋平安落地 能为会出手蛋黄问题就能解决了吗 镜头一转我们直接来到蛋航 电门刚开就煮起床长人楼 但怎么好像全都铺了个空 固呀当然固呀 很夸张还没办法吧 这几次都没有 然后年前也是这样 年后还是一样啊 蛋黄挠得胸 但价格到底涨多少呢 其实以前一斤白蛋的价格 大概落在三四十块钱 但是我们现在直接来看看这个板子 白蛋红蛋直接挂上了缺货 就连白克红杏益金的零售 也来到了七十块钱 就连老板也说卖一斤 就是在赔一斤 究竟为什么闹蛋荒 能为会归咎于四大原因 除了近期气候低温 勤流感疫情大爆发 寡产的玉林老母鸡又偏多 再加上农历年节 蛋机场调节生产 种种原因之下 鸡蛋产量供不应求 甚至远从澳洲买蛋进口 我们会积极的透过加工 或者是专案的短期进口 来补足这个消费者所需 如果进口的话 那价格会更贵 那这个价差呢 农委会这一边来 会来吸收 业者预估恐怕要到清明节后 蛋价才有机会稳定 但蛋黄何时能缓解 农委会恐怕也没有答案 欢迎新闻客观传 张亚筑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